多家英美媒体继日报道中国军方一个内部文件,其中显示解放军军改的目标是要打赢战争,超过美国。 有评论说,西方军队正失去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高科技优势,不确定性加大了冲突的风险。英国广播电台引述英国美日快报报道,中央军委2月发布的文件旨在传达习近平的强军思想。 报告一开始就明确解放军要和习近平保持一致,服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该份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军改的意图,显示北京希望增加境外军事影响力,使解放军有能力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军力超越美国。 文件说,随住我国开放,国家利益延伸出国界,我们迫切需要做全球维护自身安全。 中国军方的内部文件还预计,如果军改继续,中国同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的关系在东海和南海会更加紧张,同美国的紧张关系也会增强。 报道还说,军力增强将让中国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全方位保持中国扩大的战略利益,实现党和习近平确立的目标。 新闻周刊的相关报道说,解放军内部文件还指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一个 大国转变为强国至关重要,还说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发展都证明这点。 文件特别强调要避免修西比德陷阱 古代希腊思想家修西比德提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中央军委的报告说,一个强大的军队也是摆脱那种认为崛起大国和守城霸权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思维的最有效途径。 路透社全球事务专栏作者彼得阿普斯 彼得阿普斯周四7月6日表示,西方军队正在失去高科技优势。 他认为,美军作战时,美军士兵、水手、飞行员都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支持,但是这种日子所剩无多。 从南海到东欧,甚至朝鲜半岛,美军指挥官现在正考虑如何面对掌握压倒性火力和复杂的新的先进技术的敌人。 阿普斯说,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他们的军事技术升级速度超出预料,中国或俄罗。 自如果在其周边国家同美军发生冲突,他们的军队有可能在冲突初期压制美军。 不确定程度也令冲突成为可能的因素,因为有关国家在不能确定敌方的能力和想法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取得战术优势。 阿普斯认为,美国和潜在敌手都不能忽视这个不断增强的关于不确定性。 趋势,他们至少应该彼此沟通和讨论,以避免对各方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